刚刚应该是在第四段的时候吧 阿宝斯有报告了一个数字 说太阳能产业啦 中国大陆日本现在太阳能的产业产值 它在预期只是拉高很多 赢过了美欧 这个点讲得真好 根据外资德胜安联的统计资料 所以亚洲的消费力道越来越强 中国13亿人口 印度10亿人口 更甭谈印尼啦 这些等等啦 因为赚钱了 消费力道就强 所以呢 消费动能带动三大块领域 是未来的潜力产业 那三大制成 好 这个德胜安联讲到一个 第一个重点就是 亚洲在改变 世界在改变 亚洲改变得更明显 它特别统计出来几个数据 分享给大家 首先第一个他讲到就是说 因为现阶段整个全球的一个 网络云端都在兴起 所以对于整个行动商务的部分 他们统计出来在亚洲的补给率 已经比已开发市场高 他举了一个例子 主要的原因是 有77%的中国消费者 跟69%的印度消费者 都是在使用手机的平台的购物 远高于美国的29% 这就是网购啦 电子商务啦 对 这是远高 还英国的39%而已 而且他还举一个例子 讲说2013年11月11号 也就是大家之前 他只会关棍节嘛 他在阿里巴巴平台 就进到57亿美元 然后相较隔数周以后 美国的网购星期一 只有吸金20亿美元 所以他一直在跟你强调的事情 就是说 中国大陆真的 整个消费的网购市场力道起来了 我插播问一下 汉尾 你知道汉尾 最大的兴趣 也是透过网路买东西 我听说 你都透过网路买什么 对 我都透过淘宝 买一些三星用品 家是几乎你想得到 除了活的东西没买过 其他几乎都有买过 你都在网路上买 对 我都在网路上买 因为其实你比较两边 台湾跟大陆的家 它有些差到两三百块 你光那运费算起来 你在大陆买都比较划算 所以会发现到 其实淘宝 这个在大陆的一个 发行的一个 所以它有一个网购量 这是每年都在成长 而且近期它活动又非常的多 代表就是说 我认为行动商务这一块 在大陆这一块成长的一个 潜能应该非常的大 我接触到的那个同事 当妈妈的 或刚生小孩 所有尿布 卫生纸 家里所有用的一切都网购 衣服也都网购 所以那个网购市场 不要说中国大陆 台湾就大的不得了 台湾现在是很明显比较大 但中国大陆 我必须要讲 真的像汉尾说 真的大的非常的多 因为数据已经告诉你是这样子 尤其大陆人口这么多 如果整个普及上来的话 当然力道是不同 再来一个 他又讲到 珍贵他们一个统计 亚洲这里 因为过去 在1998年的时候 十大成分股 他们现在观察一下 已经没有在什么 MSCI远东指数里面了 几乎现在都是什么 全部都是新的 全部都新型的产业 网路新不新 新啊 新 那洁净能源新不新 也是新 它的干净能源 捷径能源指的是太阳能 照理说有一些是 但并不全然是 它这里面 其实这三个趋势里面 网路 捷径能源跟旅游 它主要着重在 网路跟旅游 捷径能源部分 它只是强调 中国大陆官方设定 再生能源的标准 是占中国大陆总发电量 百分之二十 未来到2020年 停到百分之三十 这个数据就吻合了 我刚刚说的阿文塞讲 对不对 中国大陆的太阳能产值 预期会拉高到多少 只要政府再补贴的话 所以亚洲的干净能源 LED 太阳能 应该冠近 以您的研判 应该是很大了 当然的确没有错 可是中国大陆 它本身 它本身的一个支持的行业 这个东西也是很大 像LED老实说 据我所聊 但现在可能没有那么多了 它沿海很多LED 在做LED照明的工厂 可是当然这一波下来 因为LED照明 打了这种流血战之后 倒不少 那包括这样的太阳能部分 其实也是一样 他们自己本身就是做补贴 所谓的双反 第一反就是反补贴 所以当然这部分 的确它本身供应量 就已经够大了 所以很可能说 我们刚才有提到 所以说 如果说台湾要去打入这个市场 可能不容易 可是中国大陆本身 自己可能也达到 一个饱和的程度 对 所以那个亚洲区块 干净能源 也是发展的重型 是 那我补充一个 我个人是 也不好意思讲一下 我觉得德胜安联 可能比较老派的 一些分析数据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大陆 有一个非常重要 全新的捷径能源政策 他们没有提到 就是电动车 大家还记不记得 中国大陆 要求电动车的占比 它拉升的速度要多快 所以前一波 为什么很多 电动车相关供应的股票 全部带起来 中国大陆那里 在大涨的 都跟电动车 领主件有关系 下半年中国大陆 你买电动车的家电 有补贴 好 这就是重点 所以中国现在发现到 与其你去做那捷径能源 太慢了 还要补贴 不如就你真正 实际在消费的 你车子总要买吧 对不对 所以这个区块 它直接要求你 你就规范多少 那我是建议大家 目前捷径能源 因为考量到 我们刚刚讲 它能 台湾没什么重要概念 我建议可能先从 电动车这个区块 去找取机会 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它讲到整个旅游的部分 为什么它特别强调 中国大陆的观光客的成长 目前只是在初期阶段 因为它们统计出来 只有百分之五的中国人 才有护照 还有这么多人没有护照 13亿人口 只有百分之五 有护照 对 而且它讲说 去年有观光客百分之七十 都是去香港跟澳门 出手扩缩在消费的 然后就光去年 前一年 去韩国的部分 猪猪比前一年 这个要百分之五十个百分点 那可能大家都去看 那个 独命精士 所以呢 相对来讲 所以这个韩国那边 这独办多了很多 但是我是觉得 你以韩国这么多明星 一直去中国大陆 代表他们的消费力 真的是 这个是个相补相成的效果 对 那我会建议大家 因为它里面所强调的是 中国对于所谓 赌 赌业的一个贡献 赌博的赌 博弈的贡献 还有包含观光 那两厢这样子 三个这样对焦上来以后 我认为在台湾 可能只有几个区块 这个大家注意 好不容易说像是星象 这家公司呢 原则上我讲这个 因为它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很多年前 它是博弈软体基台 毛利率高达百分之八十几 到现在还是一样 它真不简单 它可以大牌修正保持高位阶 对 现在看起来是高位阶 其实你长线去看的话 它曾经股价是四百多块 我们用月K角度来看星象 它的长线位阶是很低档的 那就OK 低档归低限 VD打得漂亮 对 亮也起来 那当然现在的获利是还没完全上来 但是因为整体而言 我观察第一个 星象的部分在整个中国大陆那边 有一些以前它很熟悉的游戏软体 开始进入所谓授权的阶段 所以相对来讲 大家可以注意到 未来这个授权的一个机会点 这就是整个行动的消费 那至于网加 我们也可以看得到技术面的结构 我一直在思考网加 奇怪这本利比这样不会太贵一点吗 但是你看它大盘在 它几倍本利比 不少 不少 现在股价在这种位阶 在这种位阶 它是有获利公司 大概我估计本利比大概落在三四十倍左右 这么高 但是我必须告诉各位 有的时候投资这种产业 你不能完全质疑 最基本本利 本利比要有 因为它要获利 才会有本利比 没有本利比 那很抱歉 我就没有办法去评估 但是由本利比的角度上来讲 它现在当然比大盘还要强得多 那我讲的是 如果网加在我们这种所谓 整个网购的消费力量上面 跟中国大陆可以去路连结的话 我是觉得这后市 它想有高本利比的原因 可能是来这里 大家参考 但是如果要操作 是尽量拿回比较好的 军线我也再去操作 这是应该OK的 那至于旅游的部分 台湾我想来想去 真的好像还是只有 一些饭店才有机会 那饭店里面还要找有特色的 那像我 我个人就最喜欢去有特色的饭店 讲到老爷子 然后我还再讲一次 每次去 比较多次路客很多 真的很多 那路客可能 就有观察 要住日升生家贺物的人 可能没有那么多 但是我去过好几 老爷子洗温泉 这种有特色 你也喜欢泡汤 对 我也喜欢泡汤 然后 蓝层精英酒店 宜蘭 我没有打广告 宜蘭蓝层精英酒店 也是很多路客都很喜爱 因为这不是有观光节吗 对不对 东山的观光 所以再告诉大家 其实台湾的观光 确实我观察这点下来 真的 我坦白讲 连我只很想投资一个民宿 因为真的那个力道 只有起来 那我建议各位就是说 目前观光的 这个产业当中 我看到了饭店股 当然我们选 比较偏多头结构的 因为多头结构代表 它已经有人注意到 那慢慢的 假如有回档 稳定的支撑点 你可以做注意 那还有就是 也不没事 其实王品 我本来前几天注意到说 他好像去美国 要去开元烧 但是我看王品的股价很奇怪 为什么股价会跌成这样子 原因之一 有可能就是在于 所谓的解禁期 各位你要知道王品 太大头也未免太轻 太大了吧 对 目前是有这个头 那王品的一个状况 你可能不能用 一般的本笔去看 主要要考考是王品 假如吃有王品的人 因为王品在几年前上市的时候 他们有一个 就员工的禁止 卖出的一个规 持成表 所以现在可能捷径洗到了 所以王品可能要等 部分的筹码消化完以后 才有机会 但A部美食 在这一波里面 我观察事物它在转型 以前大家认识的85度 就是现在在A部美食 那你慢慢去看 事物在台北有一些 它二代店在转型 那会不会慢慢的走向 比较不一样的 那种消费的通路的模式 这证明说 我才想起来了 85度C现在有二代店 而且二代店的 那个砍棒产品 都变得不一样 走得比较稍微高档一点点 然后咖啡喝起来 感觉也不像 它的目标就是打那个 Starbucks 因为Starbucks咖啡那么贵 然后它毛利那么高 它如果真的有办法提升到 跟Starbucks一样 咖啡一杯卖得 100 7 180的话 我想要获利就不难 获利可能就快了 而且85度C 不是只有在台湾 有转型二代店这些 好像在欧美市场 那些都卖得很好 应该也是有 在美国 它美国部分 它已经有部分的一些店 它的据说 它已经能够挑战到Starbucks 不过目前为止 它的获利是还没有出来 但是投资也不用担心 我想 因为它单 它单击一杯是才0.06元 但是它的融资 只有100多张 请问你它要卖给谁 所以原则上 要大跌的机会也不高了 好 因为透过的圣安连这份的报告 其实富兰克林 它的报告当中 也是琢磨在亚洲区块 好几大消费领域 与大家最佳分享 交点股也是一样的 但是我最喜欢的是 那个中国大陆 拥有护照的人 竟然只有5% 那如果95%的人 13亿人口都拥有护照的话 来 台湾好玩了 汉尾啊 台湾现在流行玩什么 您知道吗 透过这张字卡 观光工厂 台湾现在流行去参观观光工厂 有吃有玩可以DIY 台南有19家这么多 然后新北市 南投 台中 嘉义 云林 宜兰 都有环绕全台湾 请问观光工厂 有什么好参观的 其实大家会发现到 观光工厂 其实你可以看到 通过皮件有117家 如果没有通过皮件加上去的话 我认为全台湾超过1000家以上都有 因为大家有印象 我记得我年纪小的时候 小学生很爱去远足 远足都会去参观 不然什么食品厂做面包 甚至还有去参观过 什么牛奶糖的工厂 那小学生拿到那些吃的东西 都会觉得非常的高兴 那我们看到这117家里面 通过皮件里面 光卖酒跟卖食品的就有40家 跟大家报告 汉伟他讲说他小时候 你快要了 像我这个年纪 小朋友 因为到国小 从一年级 小一到小五小六吧 大概到小五都要 校外教学 所有的大部分的班级 都是去参观观光工厂 所以那个学校光那个学校的商机 就大得不得了 对啊 所以平日如果大家有去的话 会发现平日小学生 幼稚园 国中生高中生特别多 那假日的话就是走所谓的周休二日的一个 一个相关的一个游客 所以你会发现到台湾因为地小嘛 所以整个一个游客的一个人数 或整个一个所谓的一个平均的一个天数来看的话 观光工厂其实近几年旅游推的相对比较成功的一个产业 那我们会发现到其实台湾有非常多有特色的观光工厂 比方说像这个红太水凝胶世界 那大家都想说水凝胶世界到底要参观什么 它在台南 在台南的人德啦 那水凝胶世界其实要参观就是说 这个水凝胶这个原料可以做什么样的一个商品 那水凝胶到底是什么 它用在所谓的医美跟所谓的医疗上面 也就是说你医美有些时候你伤口比较大要复原就敷水凝胶 那所以说你伤口的部分如果你有开到的话 用水凝胶原料复原的一个程度会比较好一点 那它这个所谓的一个水凝胶的一个相关的参观工厂 就让你去参观说这个里面水凝胶可以运用在什么样的地方 那我觉得重点的部分是在于说 它可以推广它的一个商品 那像这个金车的一个威士忌的酒厂 这个也是非常有名嘛 几乎如果像我们公司团体旅游啊 去宜兰一定会排到这个所谓的威士忌的一个酒厂 而且它还蛮漂亮的 很漂亮 它外形每个人每个人像一个所谓的一个欧洲的一个古堡 进去可以喝 进去可以试喝 你看男生都说可以可以 全部都去过 对所以这个我觉得如果去宜兰的话 不要错过这个所谓的金车威士忌的酒厂 除了可以喝以外 它的咖啡其实也是不错的 那重点是它外面的一个景色都非常的一个漂亮 所以你会发现到这个所谓的观光工厂的一个部分的话 其实发展的非常的蓬勃 那里面吃的餐点 我觉得餐点的部分其实重点都在酒啦 餐点我觉得大家可能就是 就不用太过要求啦 那白木的部分当然主打就是所谓的餐点啦 如果大家有去桃园有参观过白木的话 你会发现到里面真的非常的漂亮 所有白木的产品都有展示 不管是喜饼不管是蛋糕 而且你可以在那边喝个下午茶 做一个下午 而且整个一个外观啊 或是里面的设计 其实都非常的放松 女生就喜欢去 你看那个白木里面的场景 喝个下午茶 feeling都不一样 对啊 而且我那时候去结婚的时候找喜饼 还特地去参观这个 这个所谓的一个观光工厂 那你就会发现到 其实真的你去里面 不管是你要试吃 或者说你整个在里面的一个感觉 我觉得非常的一个放松 那我们可以看到 除了我们刚刚提到这些观光工厂 其实有一个我觉得没有提到比较可惜 像我们刚刚提到大陆客 非常爱来台湾观光嘛 那台湾最爱买什么 最爱买凤梨酥 那台湾其实有非常多的凤梨酥的观光工厂 真的啊在哪里 像维勒三丘 对维勒三丘 好像意义没有 维格也有 这个都是观光客 尤其路团都会带游览车 整车去那边观光 观光之后每个人就提了一大堆的凤梨酥 这个我觉得是台湾可能评鉴没有过 但是整个我觉得观光工厂 发展的比较成功的一个其中之一 听了很开心我们国内的政府在观光工厂 如果能够推得越推越成功 那个国际的观光草 我们的观光就可以带动那些GDP了 对 概念股呢 概念股你可以大家看到字卡的部分 像红雅它有推一个所谓的巧克力的共和国 那也就代表说它其实其下红雅大家都知道嘛 七七卤加巧克力嘛 那你可以看到巧克力共和国它外面的一个装潢 你会发现到哇台湾也有这样的一个地方 那里面都展示 而它相关底下的一个巧克力的产品啊 而且有一些高价低价平价巧克力 通通都有 所以你看红雅股价会发现到 它几乎从金融海啸以外 股价都一直称在相对的高档 所以如果你就整个景气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代表景气越不好大家越爱吃巧克力 这个是大家可以注意的 那像同一部分的话最近传出来说 在湖口要开一个所谓的面包的观光工厂 你去湖口参观的话你可以做面包啊 好可爱 对很可爱啊 所以这个也是非常多湖口当地人都在期待说 同一这个观光工厂能够开业 甚至说附近的房仲都已经以这个 湖口的面包观光工厂当中 卖房子的一个口号 对 那像黑松的部分的话 它饮料观光工厂 大家可能比较没听过 但黑松的部分 其实它一直以来都是 所谓的资产啊 旅游相关的概念股 比方说你去微风的部分也可以参观 相关黑松的一些产品的一个介绍 微风的那个黑松博物馆我去看过 还蛮漂亮的 整个的设计 古色古香 而且可以了解那个严格啦 对那另外一档 像所谓的男人湖的部分也是一样啊 就是说如果这些 不管你要到台南台中高雄都会经过休息站嘛 所以男人湖原本就是所谓的休息站概念股 而且在暑假的部分 股价特别的容易会涨 那我要提到一个重点 就是说你投资这些所谓相关概念股的部分的话 最好是能够有吃又有拿 所以如果说你参观那种是没有办法拿到东西 我认为说对股价帮助并不会太大 不过大部分的观光工厂 应该都可以送你一个东西或什么的对不对 对啊 但是能够吃到嘴巴里面 而且你未来回去会买的 我觉得对股价材料会有真正的帮助 最重要的 如果小朋友去爸爸妈妈陪着去 然后小朋友回到家说 我要吃那个扩散效应对不对 对 其实我们台湾真的要干八点了 观光业加把尔征 可以把台湾的观光产值拉得更高 我们需要的是内需需要的是在观光 而且吸引国外观光客 台北股市需要的是什么呢 需要的是资金动能量创新低 阿彭森 明天 好的 我想大盘的话 在寻求一个资深的一个位置 当然要有多头指标来勾上去 大家就有信心了 还是平概股 因为平概股最近的一个所谓的 营收的预期性会比较高一点 稳定度也比较高 跌时重值嘛 所以原则上 平概股这类型股票 它的多头气质怎样 很强的话大凡就有机会了 第二个为什么最近的话 感觉上反弹力道不足就是量 800亿 900亿 700亿 这个量能太低的话 大家就不追了 所以原则上要飞入1000以上 那一看到有1000亿了 那追加力道就出来了 第三个因为现在在寻求支撑嘛 半年线9050的支撑的话 第二只脚很重要 如果守得住的话 两只脚形成 往上反弹的力道就会加强 那最后就是石油支停板 这些股票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打开 那也是维持整个大盘 多头信心很重要的关键 所以还是要等待基亚融化的一个打开 大盘心情就恢复了 不过我还是觉得多多指标 跟量能的话是最重要的 谢谢文塞的后面的两档 大家盯着看 所以呢市场上就说了 贵买拖累了集中 已经破了明线的贵买指数 明天的走势好重要喔 牵动的大盘 还有一点国际盘 最近呢十涨十跌还稳不稳呢 此丁待会儿的夜线新闻 今天晚上谢谢收看 祝您晚安